我们今天来到了大屁股连总部 这么大 对,哈喽大家好,我杂蒋 今天来到了河马总部 来体验一下河马员工的生活 多么的爽 吃吃喝喝特别多是吗 还招那个体验官,实质官 不是那是真的吗 是,业发专家 那我们现在去哪 这也是你们的供应商寄来的东西 对,然后可能要去测 就是好不好,可能还会跟他们沟通 冷泡汁是什么呀 哦,明白了 糟 糟的那种东西 这是什么 这个到时候会做一个六种颜色的古物杯 但是包裁的话肯定还会变一下 好吃吗 没呢,我帮路过着 你们来吃,你们来吃 我们还有水炒鱼饭都在等着 就体验这边也是大家各个部门都过来吃呗 对 就是我们也会有个大量 饿了都来吃 过来吃 不是好大呀 对,就这种厚实的 这单只很大,而且伞也保持得比较完整 而且这个伞都可以吃 他们聊他们的,我先吃我的 在对比吃了之后呢 就会发现市售的有一股喜迪令味 而且比较小 选品的同学介绍说 这个竹孙来自贵州的高山 个头大,有没有杂味 吃饱少就好了,快回来也可以投 那吃完了不能白吃 还要填一个问卷 给到一个真实的反馈 诶,拿一下 水煮鱼调味料 这个河马自产 自有的 一千克鱼切片 鸭入烟鱼包 然后店里超足 老孩要自己烧油,然后泼一下 这包是什么呀 这包也是 你要做一个AB对比 哦,明白 这包可能就是别的品牌 或者别的东西 给大家看一下 哇,我也没见过这么小的鲍鱼 超小的吧 鲍鱼仔 对,木设的区别图很大 感觉这个油多一点 像这种许诗呢 其实挺多 可能一天都有几次 一般就是通知大家过来吃啊 然后填一下问卷等等 这个也不分部门 各个部分的人都可以过来 选品这边的小哥也特别客气啊 吃完了还得拿点澡 然后五层主要看的是设计 有很多特别可爱的周边 挺好的 这好像新的袋子吧 嗯 嗯 这个没见过 你看 这个伞子 屁股伞 对,这个还没打出来 这个他就是专门做IP的人 哇 全都是各种各样 你都没有见过 没有伤出来 他都桌子没收拾 你就稍微记忆点拍了 他在找 找对象 就觉得很可爱 对,这个挺可爱 而且特别像 这个造型特别适合 那种护腰针 嗯,是的 前面包着一点 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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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是扣在肩上的 对,是的 它是一个锡铁石 哦 哦 哦,这太可爱了 这太可爱了 翻过去了 这个帽子 斗笠 这是自己人 他自己做的 手做的 手做的 对,手做的 哇 自己剪的 就是缝的 就是连正 这个 这个 从来没有练过式的 穿的 这个宝宝吗 穿的 什么呀 什么呀 这个 从来没有发行过的 哦 哈哈 也只有在我们这里 现在找到 哦 要穿这种 就是厨房的那些 对 师傅们 对 我感觉他们那些 哇 发现了宝贝 还挺可爱的 这是我们屁股脸 支付的工位 这个 应该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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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这些 徽章 嗯 你看我的工牌上也都是 哦 我塞 你们 屁股脸支付 它其实也是 画贴猫的 哦 哦 当年穿的 啊 设计这边就是有这些宝贝了 主要跟我对接呢 还是运营这边 所以我们先进来看他们这边是什么样的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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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这景色很棒啊 太超屌啊 我告诉你 我在这个工位这里还买了一个 还买了一个 买了一个 沙发 然后在这里还可以就是 江井摸鱼 你可以可以可以 你要不要体验一下我的摸鱼味 来 这就 哦 特别熟啊 这可以 好熟 很有上海 对很有这边的感觉 是什么样 很适合你 那戴上吧 我给你戴上 来来来来 我给你戴上 哈哈哈 对对可以可以 嗯 活出去哦 就这样 这是什么呀 神秘口味 它这个就正面很神秘 背面配料比较粗 出卖了所有的 哈哈哈 皮 黑 盐 盐自柠檬 带有墨鱼汁 这个颜色真的从来没有见过饮品 这个颜色 咸丁漆的那个味儿吧 所以就很酸 它不咸 可以 这挺好喝的 好喝啊 好喝 你拿走吧 别别别 这挺可爱的感觉 这个是去年 就是鼠年的时候 牛年的 牛年的 哇 神秘的仓库打开了 哦 是啊 周边 周边 哦 哦 给大家抽个奖吧 嗯 可以啊 这样子 杯子 这是很早期的河马 哦 这是上一版 整龙前的河马 整龙中期 对 这不是第一版 早期最丑了 这真的屁股很大 对 你看把这个拿走 这个绝版的 真的没有 这个真的绝版 我们自己都没了 哦 这是钥匙链 嗯 这个最可爱的 我最喜欢这个螺 哎 它会学你说话好像 对 因为它头太大了 所以它走的时候会闪 太逗了 这个配色也是之前的 是吗 这个就不会打样的 哦 眼睛扁有神了 以前是空洞的 嗯 现在嗯 好一点 然后狗子同学 就要带我去一个 今天非常重磅的地方 那是哪呢 去这个地方之前呢 先路过了食堂 这个过碗 陶陶厨具 用具权的地方 到底是什么呢 这屋没人 我们去隔壁看看 哈喽 哈喽 这是我们的爆开 哈哈哈 你好 爆开研发芝麻 和那个 燕麦米的配方啊 什么 燕麦米 然后做 我们去 以后会做一个 达达达达 好吧 剪了剪了 没事不放出来就行 包子吧 包子 包子 现场包包子 现场包包子 其实在这里边 都会出 河满门店的一些配方吧 这是工坊 工坊 那些食堂点 哦 什么鲜肉月饼啊 这些青团啊 这些东西 嗯 那个招聘的那个部门 我们就爆款研发 哦 大部分骨干成员都在这儿了 他还挺开心 没人可以做菜在这儿 哈哈 在这试 然后试配方 然后很开心 对 就像门店的话 也是会 会从哪一步开始做呢 门店其实我们已经是工厂端的产品了 哦 已经出来几乎是成品 对对对对 明白明白明白 对 就比较好控制 要不然 对对对 你每个店每个人在操作出来 就完全不一样东西了 对对对 小型的那个压面鸡 这是绞肉的吗 对绞肉鸡 嗯 嗯 调料有很多种 山奶 辣椒 凉姜 茴香 什么的 还有蒸香 蒸烤香 我们有好多菜面 会在这里 这跟门店的 应该是一样的型号 嗯 大家 大家 嗯 嗯 然后拍手品 对 好吃吗 嗯 好吃吗 哈哈哈哈 走 这是鲜肉的 那这期节目到这里 就算结束了 后面呢 都是我们吃吃喝喝的画面了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份工作怎么样呢 嗯 应该还不错吧 当然这些工作呢 也不是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就是吃吃喝喝 比如采购的同学呢 他要跑遍全国的大江南北 深山老林去给大家找这些好的产品 那选品呢 也不是说好吃不好吃这么简单 还是要考虑到很多不同的因素 包括供应链的管理啊 门店的管理都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精力 然后和传统不一样的呢 就说在门店的这些数据会反馈给种植方 那比如门店大家都喜欢买800克的萝卜 那么种植上就会选会长到800克的萝卜的品种去种植 那这个呢就是我之前去峨眉山的萝卜种植基地知道的 如果大家想看这期节目呢 就反馈给我比如弹幕留言等等 那只有我们国人自己的企业能够把供应链的深度做的越深做的越好 才能进一步的缩短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距离 而我们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并不在于城市而在于农村 那只有老百姓都变得很富有这个国家才真正强大 那说多了 那最后祝大家吃好喝好多发善财 风调雨肾国泰民安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